成龙在功夫电影中是中国人的骄傲 而他的身价据说在百亿 关于这么多钱 网友们关心这笔遗产到时候该如何分配 会不会留一点给吴琪丽与小龙女吴卓琳母女俩 众所周知 成龙有一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孩子 尤其是女儿吴卓琳 成龙对她一直是一种不承认的态度 相比较与哥哥房祖明 两个人的命运真是千差万别 现在的小龙女和妈妈相依为命 而反观房祖明 一出生就给足了无尽的荣华富贵 吴卓琳对这样的成龙也是满腹怨愿 从生下来就没有过一丝父爱 对成龙也是如此态度 即使成龙给我一个亿 我也不会承认他 因为他不配 大家也都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很有福气 近日成龙大哥对财产分配又进一步的确认 财产的一半设立基金会 等房祖明到了某个年龄 可以每月领取一笔资金 但是不能一次性全部提取 剩一部分留给老婆黎凤娇 在对于小龙女的问题上 在吴卓琳18岁以后 将会得到一笔浮卫金 后半辈子可保一时无忧 但是这笔钱是不允许吴卓琳动用的 成龙这样做 也算是终于承认了吴卓琳是女儿的身份吧 大人之间的恩怨不应该涉及到孩子 毕竟吴卓琳没有做错什么 成龙也不错 毕竟吴卓琳已一时无忧了 还是去浓于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